科技星则民族星,科技强则国家强。 丹安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新中国的摇篮,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驾驭,是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书。 中国丹安干部学院,是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是用丹安精神滋养初心,淬炼灵魂的红色电脑。 广大党员干部在这里集成信仰力量,查找党性的差距,较准前进的方向,从这里踏上新征程,向着新的奋斗目标出发。 本期节目,中国经济大讲堂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大学校长金东涵走进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以自立自强科技中国说,一公融合创新机为主题,为四百余位党政干部、高校负责人、国有企业负责人等,带来一场精彩的演讲。 健康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基础。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据统计,截止到2023年底,我国的医疗机构已经超过107万家,职业医师数量超过470万人,每千人住院传位数接近7张。 2015年,党的18届五中全会将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正式印发,标志着健康中国的宏伟蓝图和行动纲领已经初步形成。 同时,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材料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迅猛发展,都给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带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 新战略、新技术如何助力医疗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 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大学校长金东涵深度解读,一共融合、创新机。 大家好,非常高兴再次回到延安,跟大家一起参加今天这个活动。 15年前,我也跟大家一样,来到这个地方接受培训,我对那次培训印象非常深刻,感觉收获很大。 金东涵、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大学校长。 他是我国著名的动力机械工程专家、我国特种发动机、动力系统技术领域的领军人物。 他是全国新工科建设工作组组长,也是新医科改革的开拓者。 在他的支持下,全国首个智能医学工程专业得以发展壮大。 在他的带领下,天津大学强攻厚礼振文新医的综合性学科发展布局出具规模。 医学几乎与人类文明相伴而生。 在古典阶段,由于自然科学、知识的缺乏、工程技术的缺失, 所以那个时候的医学发展是非常缓慢的。 因此古典医学更多的是一种经验医学。 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经验医学转变成为实验医学。 人们越来越相信,作为生物的人得的各种疾病, 基本上都是生物的机制紊乱所造成的, 并且都能够在器官、细胞、生物分子等层面上找到这些变化。 那么这些变化呢,就要用特定的仪器来进行测量。 测量出来以后,就可以解释病人的症状或者是体征。 这就是近代所谓的生物医学模式。 由于生物医学模式高度依赖精密的测量技术和装备, 于是服务于生物医学的各种装备也就应运而生。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1895年,德国物理学家威尔姆·伦秦 在进行射线实验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新的射线。 这种射线能够穿过人的肌肉,但留下骨骼的投影。 这就是X射线,那张照片呢,显示的就是第一张X光片。 这是伦秦夫人手的照片。 可以清晰地看到手指的骨骼和戴的这个一个戒指。 后来呢,伦秦因此而获得了1901年首届诺贝尔物理奖。 后人又把X射线称为伦秦射线。 后来的几个月,西门子就根据他的发明研制出了X光机, 或者称为X射线机。 从而开创了医疗影像技术的先河, 使医学诊断和治疗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上世纪50年代,随着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生物医学工程这个学科也正式地形成。 其特点就是应用理工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研究人体系统的状态变化。 至上世纪70年代, 生物医学工程已经涵盖了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各个环节。 从某种意义上说, 现代医学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工程医学阶段。 迄今,我们可以看到, 在一所现代化的医院中, 各种各样的先进医疗设备 已经成为医生的重要助手, 大幅度提升了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正是因为大量先进医疗器械的出现, 使得现代医疗近百年的所取得的成就 超过了过去几千年的总和。 随着医疗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医疗的焦点慢慢地从被动的疾病、 诊疗向主动的健康保障来转变, 生物学的模式局限性也暴露出来了。 尽管人们对人体已经深入地研究到 细胞甚至分子层面, 但是并不能说对所有的病因 都能找到生物学方面的直接证据。 人呢毕竟不是一个简单的机器, 靠换零件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现代医学应该是生物、心理、社会、 环境、工程五位一体的综合性学科。 如果说百余年来工程科学极大的推动了 生物医学模式的发展, 使得现代医学已经演变为工程医学的话, 那么当生物、心理、社会、环境、工程 五位一体的医学模式形成以后, 我们医学的未来又将走向何方? 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近年来,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和新材料等 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发展迅猛。 多学科深度交叉融合, 新的医学模式和产业形态正在形成。 未来医学即将进入智能医学时代。 在这一崭新的领域, 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并且呈现出明显的全球竞争优势。 我国人口众多, 拥有海量的医学数据资源。 我国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工科教育, 每年有四五百万的工科毕业生加入到工程师队。 这为我们在智能医学的新赛道上保持领先, 提供了有力支撑。 但发展的短板也日益凸显出来。 数据显示, 2017年到2024年, 全球医疗器械行业的复合增长率为5.6%, 预计今年市场规模将接近6000亿美元。 中国的医疗器械市场份额已接近全球市场三分之一,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医疗器械市场。 行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人才短缺问题。 未来的医生不仅要具有医学知识和临床技能, 还得具备工程素养和数据分析应用能力。 以智能医学为代表的医工融合复合性人才的培养变得刻不容缓。 大量具有医学背景知识, 同时精通智能技术的医学科学家和工程师该如何培养, 才能够支撑高速发展的智能医学的需要呢? 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医工融合符合性人才的培养, 从广度和深度维度来说, 在世界范围内均面临着两大挑战。 从广度来说, 医工结合的范围越来越广泛, 从传统的机械电子材料与医学的结合, 到近年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 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机器人等, 还有微纳制造、功能材料等新技术的结合。 由此可见, 我们的培养方案要变, 课程要变, 教材要变, 甚至是培养体系都要变, 这样才能满足未来医院及医疗器材行业 对符合人才培养的需求。 这也是世界各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科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从深度上来看, 随着医学与工程融合的程度不断加深, 工程技术正从传统的辅助医疗变为医疗过程的主要手段。 医工结合正逐步迈向医工融合, 因此需要培养兼医学背景和工程技术, 且两者并重的义工复合性人才。 为应对这个巨大的挑战, 一批世界一流的大学, 持续地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 力争形成引领世界, 又结合自宣实际的医工复合性人才的培养模式。 在我们国家, 由于学科设置的历史原因, 医学教育和工程教育分出两个不同的门类, 始终处于两条平行的轨道上, 很难产生交叉。 医学教育相对独立封闭, 缺乏于其他学科交叉的土壤,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医学科技创新能力, 严重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 许多生命科学和工程领域的前沿成果, 都不能有效地, 及时地转化到临床应用当中。 我们再看看北美的医学教育体系, 北美基本上没有本科的医科生, 报考医学院必须要本科毕业, 然后读两年的医学课程, 再有两年到医院进行实习, 通过考核后可以拿到医学博士学位, 也就是MD学位。 如果你高中毕业就明确地说, 这辈子就想当医生了, 那你也可以选择医学院预科教育, 也就是Permed, 还是主要学理科的课程, 拿的也是理科的学位, 通过考核后才能进入医科的学习, 由此可以保证了医学的教育, 是跨学科和精英化的教育。 这种4加4的培养模式有这么三个好处, 第一呢, 从医的都是热爱医生这个职业的, 因为他都是大学毕业嘛, 所以我这辈子想当医生, 所以我就报考医科这个专业, 那不像我们的高中毕业生孩子们, 他们这个可能受各种各样的这个影响, 或者是家长的影响, 或者是隋大溜, 或者是这个老师的影响, 来报了医科的专业, 但是呢并不喜欢, 后来发现, 所以我们有很多医科毕业生, 并没有从事这个医学这个专业, 也并没有当医生, 第二个呢, 从医的都是高素质的毕业生, 可以说基本上都是学霸, 就是申请医科生啊, 在国外都是有竞争力的, 分数非常高的人才会去申请, 即便是这样, 大概也只有15%到20%能够被接受申请, 第三呢, 从医的都具备, 可以说天生的具备跨学科的特质, 因为他们的本科生都不是医科生, 所以对未来这个创新的潜力会更大, 那么2018年, 北京协和医学院开始引入了4加4, 临床医学教育模式, 开启了中国符合式医学人才的培养先河,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医学院能够积极地参与医学人才培养的改革创新, 努力培养更多的医学领监人才。 2018年, 中央提出了四新的理念, 即着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 新工科与新医科、新农科交织交融、交互发展。 新文科为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注入新元素。 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为新文科提出新命题、新方法。 2019年,教育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启动大会在天津大学召开, 正式启动了四新的建设。 其中,为推动新医科的发展, 2020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 要求深入推进医学教育创新, 瞄准医学大学科大专业的新定位, 强力推进医学与多学科深度交叉融合, 培养复合型的卓越医学人才。 如何因时而尽,因势而新, 培养看当大任的复合型医学人才。 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018年3月,教育部正式批准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 建立了全国首批智能医学工程专业。 天津大学建立了全国首个智能医学工程博士点。 智能医学工程是我国首个智能方向的医学类本科专业, 也是第一个在医学门类里受于工学学位的本科专业, 体现了新工科、新医科交叉融合的创新理念, 开创了医学学科建设的新方向。 我们致力培养具有深厚的树立基础, 掌握全面的医学背景知识, 接受扎实的工程技术训练, 能够进行医学技术的转化创新, 引领医学未来发展的医工复合型高端人才。 目前我们的目的就是帮助学生在本科阶段 学习能力最旺盛的黄新年华, 构建一个医治融合的学科知识框架, 这个与以往的工科主导的医工结合专业不同。 智能医学工程作为医学类的专业, 拥有不同以往的视角, 它不是做工看医, 即围绕某一项技术, 然后去找临床上有哪些用的可能性, 而是做医看工, 切实把临床的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去寻找或者研发适用的新技术, 最终用于临床, 从而打通医学从实验室到手术台的通路。 如果说传统的生物医学工程培养的是懂医学的工程师, 那么智能医学工程则致力于培养具有工程素养的医学科学家, 两者相结合, 将有望打破目前的我国医学教育与工程教育之间最后的障碍, 促进医学教育和工程教育、科学教育、人文教育有机融合。 尊敬的军院士您好, 我是河北工程大学校长倪志宇。 作为地方的综合性的大学, 河北工程大学在如何用好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 促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和新文科建设方面, 也做了很多积极的探索和有益的尝试。 但是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过程中, 在打破不同的学科专业壁垒, 更好地发挥不同学科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问题。 那么您认为我们的制约学科交叉融合的合作机制中最大的障碍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如何破解? 谢谢您。 谢谢您的提问。 我个人认为呢,就学科交叉, 从科研这个角度的维度来说呢, 主要是大学的考核体制。 我们现在呢, 这个大家都知道, 对大学的教授每年都有考核指标的, 那么他要拿多少项目, 拿多少科研兼费, 要完成多少教学工作量。 所以呢, 在我们合作的时候, 在相互之间, 比如说两个不同的学院合作的时候, 首先说, 我们谁排在第一? 原来天大, 只认第一的, 就是第一作者, 他只认第一的。 这样的话, 就不容易促进合作。 现在我们不是了, 现在我们就是前几位的, 我们都给予不同的贡献, 给予不同的认定。 所以呢, 我觉得考核,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 从人才培养来看呢, 我觉得我们这个教学呀, 始终没有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因人失教的问题。 很多学生呢, 这个上了大学, 其实他也不知道, 学了这个以后, 到底有什么用, 能干什么工作。 有很多呢, 是随大流, 其实有很多医科生, 据我了解, 都是受家庭的影响。 爸爸妈妈说, 我们家呀, 还没有医生呢, 你就去学个医吧, 以后我们老了, 安全有个保障。 所以呢, 送孩子就学医了。 但是学了半天以后呢, 然后又不能转专业, 最后呢, 有很多人就放弃了。 那么实际上四年的高等教育, 就是完全浪费了。 还有呢, 我们的课程设置, 我们的课程设置呢, 太专。 那我们现在采用的措施呢, 就是加大选修课的数量。 扩大选课呢, 就是说你把几门主课, 让学生学了, 说作为必修课, 那么学生就会选自己喜欢的事, 那他万一一改行, 那他喜欢的工作, 他就一定会产生作用。 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帮助我们对海量医学数据进行挖掘和分析, 完成疾病大模型的建立和开展智能化诊疗。 手术机器人可以协助医生精准地完成复杂的微创手术。 5G的普及推动了远程诊疗和远程手术的发展, 提高了边缘地区的医疗水平。 3D打印技术在组织再生和个性植入等方面, 引发了重大变化。 以患者为中心, 以大数据为驱动, 以人机协同为特征的智能医学时代已经悄然到来。 那么智能技术是如何从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全周期, 为传统医学赋能的, 这其中又诞生了哪些创新成果呢? 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第一个就是在疾病的诊断方面, 我们几乎每个人都对X光基、B超、CT、核磁都熟悉。 我们在体检的时候都要用这种设备来给我们做体检。 这些设备都可以透视人体, 发现组织器官中形态或者结构的遗场, 显然我们希望这双火眼金睛这个视力越敏锐越好, 最好能够做到明察秋毫。 那么影像仪器的视力, 用技术术语来说, 也就是仪器的分辨率。 我们知道癫痫也就是老百姓俗书的阳癫风是一种慢性的脑部疾病, 通常是由于大脑神经元异常的放电所导致的, 因此要治疗癫痫病, 我们就要找到癫痫灶的位置。 但是癫痫灶的定位非常困难, 这是因为癫痫灶非常小, 有些会在大脑的深部涉及到多个区域, 有些微小的病灶或者功能性的病灶, 其影像学的表现并不是那么的明显。 简单地说, 拍片子、做脑电图都不好定位。 针对这么一个问题呢, 天大的一个研究团队开发了一个新的脑电采集技术, 将无创脑电采集的空间分辨率提升了一个数量级, 从厘米级推进到了毫米级, 并且可以实现全脑不同尺度的扫描, 并且研发成功了毫米级空间分辨率和毫秒级时间分辨率的 无创神经功能成像系统, 为癫痫灶精准定位提供了新的技术途径, 已经完成了大动物猴子的实验。 再下边是一个动症医学方面的例子。 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快, 但是老龄化的速度也很快, 据估计到2050年, 中国每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位老龄患者, 届时全世界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位老龄患者。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患者也越来越多, 其中脑积水就是一种典型的一种病, 又称为可逆性的痴呆, 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种神经外科疾病。 每五百个人当中就有两到三个患脑积水的, 它主要是由于脑髓液在脑室内腹肌过多而导致的一种病理状态, 脑积水的产生可能有多种原因引起的, 比如说脑积液分泌过多, 或者说吸收障碍, 或者说循环方面受阻等等。 目前临床上对于脑积水缺乏客观诊疗手段, 同时存在着诊断时间久, 误诊率高, 诊断移植性差的问题。 我们学校的刘秀云教授团队, 研制了全球首台脑积水快速精准诊疗系统, 可以讲患者的诊断时间从三天缩短到三十分钟。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获批临床注册号, 并且已经推广到多家的医院使用, 已经有几百个案例了, 减少了患者医疗的支出, 显著降低了误诊的风险。 在精神医学领域, 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精神疾病, 属于慢性腐发性疾病, 已成为一个全球公共卫生问题。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 全球约有3.22亿的抑郁症的患者, 而且这个数据还在持续地增长。 在我国,抑郁症患者患病率也是呈上升趋势, 大约每100个人当中就有7个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 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 优惠严重的是对于青少年而言, 正处于心理的发展成长的关键时刻, 面临着就业的压力, 人际关系的压力, 自我认同等等多种挑战, 因此更容易出现情绪波动。 数据显示, 我们国家18岁以下的抑郁症患者, 占总患者人数的30%, 大约有2850万人左右。 目前对于抑郁症的诊断, 主要是靠主观的, 比如说问卷评估, 靠发表格主观性比较强, 一致性比较差。 我们学校的一个研究团队通过研究发现, 让抑郁症听一种特殊的声音, 它的大脑的反应与正常人的反应完全不同, 据此就可以实现抑郁症客观精准的筛查。 他们研发了国内首款抑郁症智能评估系统, 这一研究已经获得天津市的技术发明奖, 被评为2024年脑机接口产业创新十大案例, 目前正在加快推进成果转化工作。 在疾病治疗方面, 一直以来的原则就是用最小的创伤, 最低的代价获得最佳的疗效。 学科交叉是当今科技创新的源泉。 许多新技术的发明新材料的发现, 为疾病治疗带来了革命性变速。 那么近些年, 在一共交叉融合领域, 我们做了哪些有益的探索? 有哪些成果已经汇集患者呢? 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在全球范围内, 每年约有2000万患者需要进行心脏搭桥手术。 而这些患者所使用的搭桥血管, 往往都是取自自身的大腿的静脉血管。 这种猜冬墙、补锡墙的治疗手段, 对病人的伤害还是很大的。 因此呢, 急需6毫米以下的小口径的人工血管产品。 然而这种小口径的人工血管呢, 由于口径比较小, 血的流量、流速比较慢, 容易造成凝血。 还有一个呢, 就是生物相容性的问题。 我们天大的一个教授呢, 带了一位博士生, 经过5年的攻关, 通过仿生天然血管的结构以及功能, 研发了体内精准可视化小口径人工血管。 这种人工血管呢, 具有良好的抗凝血功能, 远期畅通率可以达到2年以上。 此外呢, 还增加了智能化的可视功能。 这样的话, 就能够帮助医生在体外就能了解血管的状态。 所以呢, 目前呢, 已经完成了大动物的试验, 未来呢, 有望拥育于临床, 造福于患者。 这位博士呢, 现在已经毕业, 他已经利用这个技术, 去年呢, 作为首批的成立的公司, 入驻了天津的天开高教科创员, 正在全力地推进成果转化工作。 在微创外科方面, 手术机器人可以提升医生的手术能力, 提高手术质量, 是智能化的高端医疗装备的代表性产品。 目前呢, 我国的微创手术机器人市场几乎被外国厂商所垄断, 最有名的就是大家熟知的达芬奇手术机器人。 那么天津大学呢, 是中国最早开展微创手术机器人研发的单位, 应该说在2000年的时候就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 王树勋院士团队经过20多年的研发, 掌握了完全自主可控的核心技术, 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微创手术机器人妙手系统。 与传统的浮腔的这个微创手术技术相比, 妙手机器人突破了人手的极限, 利用人工的智能AI技术, 赋能手术机器人, 可以实现比较精细的解剖结构, 精准识别与定位。 机器人手术操控它能够智能地引导与控制。 这个机器人操作可以实现360度的自由旋转, 摆动,非常灵活, 因为我也去操作过。 本来像一般的那个手是抖的, 但是用了它以后你可以做很微小的摆动, 我觉得很神奇。 而且视觉系统也是我们完全自主研发的, 那么它是完全立体的。 你戴上那个眼睛, 就像你在浮腔里边, 看那个人体器官, 它可以放大十倍。 一般的医生操作这个手术机器人, 也能做很复杂的, 很精密的手术。 所以这个手术机器人呢, 我们是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 随着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推进, 大健康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健康管理的重心正逐渐从传统的 以疾病诊疗为中心, 向预防和康养这两端来延伸。 据统计, 我国各类残疾人人数接近四千万, 及早康复干预, 可以有效地恢复受损的运动功能, 极大的降低终身残疾的可能性。 智能医学在疾病的预防和康复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一共交叉融合, 结出了怎样的成果。 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我们都知道, 脑族中患者由于去大脑的运动神经功能受阻, 会出现侧肢的偏瘫的状态, 也就是说上肢无法动态, 或者是下肢的无法动态。 神工团队就基于脑机接口技术, 在患者体外构建了一条完整的人工神经通道, 通过解码患者在大脑中的运动想象, 获取类似的想抬起手, 那么想抬起手因为他的神经受阻, 所以他从外部来指挥, 来刺激大腿的肌肉, 来产生运动的意图。 同时把这个指令经过电的刺激, 令患者的手指抬起来, 或者脚抬起来。 这和常规的被动康复存在很大的不同。 被动康复是由外力帮助患者移动肢体, 而神经的康复训练是患者通过意念 来控制机器人的动作, 进行主动意图控制这个肢体的康复训练。 不仅可以提高患者的运动功能, 提升康复的效果, 更有助于帮助患者在大脑里 重塑出新的运动神经通道。 这个人已经瘫痪了十年, 那么没法站起来, 也没法握住笔。 那么经过四个月的训练, 康复训练, 现在可以站起来了, 而且可以自行行走, 还可以拿笔写字。 目前这套系统进行康复训练的, 已经累积了三千多个案例了。 智能医学在我们每个个体疾病预防的过程中, 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疾病的预防是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对中国人来说, 治胃病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 如今,智能医学的技术 已经可以帮助人们降低患病的风险。 基因测序已经可以预测, 就是患各种疾病的可能性, 从而实现早期的筛查、 风险评估和个性化的治疗。 可穿戴的装备和物联网技术, 可以跟踪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数据, 建立详尽的健康档案和疾病的预测模型。 金月师,您好。 我是来自延安大学的一名老师。 智能医学的普及, 它必然会冲击传统的医疗体系。 那么如何去平衡智能医学和传统医学 这个两个这样的关系? 谢谢您的问题。 我觉得确实有这种问题, 就是我们发动机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就像现在, 我们这个新能源车普及, 我们都电动化了, 那么有很多人, 包括媒体也有很多宣传, 未来燃油的发动机没有了, 所以现在我们招生了, 也面临着很大的困难。 但是事实上, 这是一种误导。 我个人认为, 每一种新技术都不可能包打天下, 它确实有它的优势的地方, 但是它也有不足的地方。 所以每一种传统的这种技术, 它也有适合自己的地方。 所以我个人认为, 应该是传统的医学, 一定要在它的强势领域, 要不断地深化研究, 不断地推出新的技术, 新的产品, 或者是新的诊疗方法, 要不断地创新。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这两者并不是互相排斥的。 其实我个人认为, 人工智能技术是一种负能技术, 能够让你的传统的医学, 更能够发挥你的优势。 所以我不认为, 智能技术以来, 传统技术就会没有, 或者传统的医学就会没有了,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 相互之间的融合, 我觉得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世界主要大国, 都在前瞻部署, 未来医学科技与未来产业, 试图占领这个领域, 新赛道的发展现机。 研究型大学, 特别迫切需要, 瞄准智能医学科技发展前沿, 和卡脖子技术, 探索智能医学顶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用好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 力增在智能医学新赛道上, 跑出加速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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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